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心相助 落难妇人 男子万万没想到 他竟说 你被卖了还不知 臣子横赴亲臣园外做生意 积攒下不少家业 本应人人羡慕 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他小时候母亲因病离世 父亲家资万贯而不再娶 由于生意缠身 臣园外对臣子横管教疏松 每每都是给钱应付 使他渐渐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假如仅仅是花销 倒也不算什么大事 然而 随着一天天长大 十八岁的臣子横在无所事事又不缺钱花的情况下 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如此看来 臣子横似乎是个不学无术且恶习缠身的公子哥 其实不然 他花钱大手大脚是不假 可看到需要帮助之人 也会慷慨出手 特别是一些老人 他从来都不吝啬 这使他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名声 有人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 有人则说他本性不坏 早晚会走上正道 对于别人的这些评价 臣子横自然是不在意的 臣缘外也不是不知道儿子平时会做出一些荒唐之事 他多数时间都采取放任资留的态度 可是 对于儿子赌博 他却深感忧虑 思来想去 他决定让儿子成家 完婚后 有妻子陪伴 大概能好一些 尽管人们对于臣子横的评价不一 可臣缘外家境在这里摆着 他放出话去 要给儿子娶妻 自然是媒婆云集 最终 臣子横和一个名叫李源的姑娘成就姻缘 成婚后 他仍然我嫌我素 李源苦口婆心劝说 却收效甚微 对于顽猎如同少年一般的丈夫 李源是操碎了心 只想着随着年龄渐长 丈夫能幡然醒悟 婚后一年 李源显怀把臣子横给高兴坏了 他就要当父亲了 如何能不高兴 在家里陪伴妻子的时间也慢慢多了起来 这一日 夫妻二人正在家中说话 陈子横感觉有些无聊 正转着眼珠想怎么哄骗妻子 好让自己出去玩耍时 突然有一个姑娘面带愁苦而来 说自己的娘亲马是不舒服 陈子横一听便跳了起来 确定姑娘所说属实后 他撒腿便向外跑 李源挺着肚子 在后面赶紧喊道 夫君不要着急 你慢些 马是何许人也 陈子横小时 后母亲病亡 下逢同族马是产下一女 马是听陈子横日夜提哭 心中可怜 便跟陈元外说了一下 自己愿意喂养陈子横 陈元外答应了 马是从此便带着两个孩子 就是来报信的这姑娘和陈子横 陈子横渐渐长大 性子顽劣如同一匹野马 谁说话都不听 唯有马是 只要说出话来 他必会照做 虽然按照族中北分 陈氏是他的神神 可从内心深处 他将马是当成了自己的娘 如今听说马是突发疾病 他能不着急吗 一口气跑到马是家门口 嘴里高喊 沈娘 你怎么了 马是此时在床上躺着 闻言看着奔跑进来的陈子横 不由得横了自己女儿一眼 这孩子不是说不让你告诉他 说吧 马是又对陈子横笑 我没事 就是感觉有些腹痛 陈子横转头一看 见马是女儿陈男儿面带魏南 他当下就明白 陈男儿是墨前给娘看病 这才会着急去找了自己 马是丈夫已经在今年前病亡 他多次想让马是带着女儿 绊到自己家 可是马是坚持不去 想到此处 他没有犹豫 撒腿又跑了出去 半个尸身后 引着一个郎中到了马是家中 让郎中好好诊治 不要怕花钱 所有花销全是自己的 郎中当然不敢怠慢 一番忙活下来 见着郎中给开的药 陈子横则怪马是 沈娘不舒服 便告诉子横 为何要瞒着 依我看 你就搬到我家里去住 那摩大地方 不缺你们娘俩住的屋子 也省得我担心沈娘 马是文言感动 当年他听陈子横提哭 而觉得可怜 他喂养陈子横 可是没有要过任何报酬 他当年的付出 得到了回报 陈子横对他治好 超过时间任何人 子横啊 人吃五骨杂粮 岂能有不病之理 这些都是寻常之事 你莫要担心 我也不会搬去 李儿在一边看着丈夫 谁说自己丈夫顽劣不堪 谁说他没有半点好处 此时的他甘为马是煎药 只因感恩马是小时候的喂养 这样知道感恩的人 岂能是别人嘴里所说的坏人 煎好药后 陈子横亲自为马是服下 煎自己劝说无果 他也不再坚持 因为他知道马是有顾虑 此病看着寻常 应该没事 以后等陈兰儿出嫁 马是年迈 他还是要把马是接到家中 到那时候 他应该就不会拒绝了 从他懂事的那天起 就暗暗下了决心 马是养了他小 以后他便要给马是养老 又陪着马是说了一阵话 留下一些钱后 他便和李渊一起回去 四日一早 陈子横说要去看看沈娘 李渊没有阻拦 到了马是家里 见马是精神好了许多 便陪着说了几句话 然后便离开 不过他却没有回家 借着此功夫 找那帮朋友们玩耍一阵再说 他在朋友中极受欢迎 皆因为他花钱大放 一行人直奔急事 找了个地方开始玩 陈子横运气不好 输了不少 不过他人品还说得过去 疏而不恼 看时辰已经不早 怕家中娘子担心 便不管众人 挽留出门回家而去 急事上人来人往 他自己出来将近一天 明白妻子在家里 肯定着急 而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谎言 冰雪聪明的李渊儿 都知道 他又是出来莫干好事 人家现在有孕在身 他不想让李渊儿生气 便想着给买点什么东西 转来转去 见有老者在售卖一枚雨簪 此簪雨制兵不太好 但上面却雕失了一个原字 也不知道曾经是谁用过 如此巧夺天宫之物 他一眼看中 便问老者多少钱卖 老者说出数目 他也不还价 正于掏钱买下 一边却有人说道 此物是我先看中的 你出多少钱 我都比你多一点 陈子恒不用转头 仅靠声音便听出来了 说话者是一个叫刘良絮的人 此人以前同样看中了李渊儿 可是李渊儿却嫁给了自己 从那以后 两人多次发生冲突 另外有刺刘良絮或同别人出签 被他给看了出来 他当场指出 使刘良絮很丢脸 两人几乎水火不容 两人几乎水火不容 自己看中了玉簪 他却横插一杠子 陈子恒也不是什么轻易服软的性子 当下便叫起了劲 两人越抬越高 老者惊恐一场 最后说谁身上能拿出现钱便卖于水 这下难住了陈子恒 他刚才输了不少 此时身上的钱并不够 刘良絮得意洋洋将此簪买走 把玩着在陈子恒面前说道 此簪跪就跪在上面有个园子 有些人想用来取悦妻子 血眼睁睁看而不得 哈哈哈哈 他说把扬长而去 陈子恒气得两眼圆眼 怒不可遏向前走 也顾不上再买别的东西 可刚走几步 便有人脱拽他的衣服 他正在气头上 转头便欲破口大骂 脱拽他衣服之人 是个跛脚妇人 妇人守寡多年 加上跛脚 渐渐疯癫 陈子恒将几乎脱口而出的骂人话 憋进了肚子里 强压怒火问道 你怎么了 妇人眼泪汪汪 嘴里一直说着恶 陈子恒叹了口气 拿出钱来给买了吃食 妇人拿着狼吞胡咽 他则出了急事回家 一路上他一直在生气 暗暗想着如何把玉簪得到手 沙沙流凉絮的嚣张气焰 一肚子火的他刚回到家 却发现家中出了事 郎中在自己家 边上还有马氏和陈兰儿 而妻子李渊儿则躺在床上 满面红肿 他从马氏家出去 马氏知道他必定不会回家 想着人家李渊儿有孕在身 自己身上的病也好了许多 便和女儿陈兰儿到了陈子恒家 陪李渊儿聊天姐们 吃过中午饭后 三个人坐在院子的阳光下正 聊得开心 李渊儿突然就呼吸困难 伴随着身上肿胀 吓得马氏和女儿赶紧找郎中 其实李渊儿这并不是病 他当然也不是被投了毒 而是他自小便 对某种花粉忌讳 假如闻到就会爆发此等症状 假如身边默认 还是挺危险的 陈子恒原本就一肚子火没处撒 回家看妻子 因为蝴蝶携带的花粉 差点丢了性命 火气更胜得他 二话不说 开始在院里捉蝴蝶 捉住一只蝴蝶后 他让人拿来火折子 要把蝴蝶给烧死 李渊儿跟他生活了这么久 最是了解他 见他此举 便明白必是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 加上此时自己已经度过危险 便赶紧喊停了他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子恒受了委屈 不跟别人说 但妻子例外 他一五一十跟李渊儿说了今天之事 李渊儿听后 神色严肃说道 别人买走了 你可以让巧匠来雕刻一个 何必生这重气呢 臣子横面 红耳赤实 李渊儿又说道 放生蝴蝶对你有好处 你已为的受辱 不过是输钱后的恼羞成怒 如果你仍然这样 我从此都不会再理你 陈子恒脸色很难看 妻子的话说得非常重 这都是在刁难他了 不情不愿地放了蝴蝶 可心里仍然气氛难平 妻子从来不曾跟他说过那魔众的话 他一直心里难受 可是果真没敢再去玩耍 三个月后 李渊儿临盆 产下一女 陈子恒整日乐得找不找北 对于服饰坐月子这重视 他自然是不懂的 父亲多年没有再去 家中无人照顾 马氏便和女儿陈兰儿搬了过来 临时住下 方便照顾李渊儿 由马氏和陈兰儿照顾妻子 陈子恒轻松了许多 加上昼房如此大喜 他兴奋得到处乱跑 这一天 和一帮朋友饮过酒后 有个叫张马脸的人提议去玩 他想起马氏说过的话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随张马脸而去 跟着张马脸到了一处门前 据张马脸所说 此处玩得大 陈子恒需在心里有点数 别到时候丢人 陈子恒文言失笑 自己会因为墨前丢人吗 真是滑稽 当下张马脸先进去 让他在外面等候 就在此时 不远处突然飞来一只花蝴蝶 此蝴蝶围着他转了几圈后 落在一边的花朵之上 不停扇动翅膀 彭扶在说着什么 看着这只蝴蝶 他万分疑惑 因为他突然想到了 妻子说过的话 当时他十分愤怒 妻子说放生蝴蝶 对自己有好处 而且还说过 如果再像从前那样完 他就不会再理自己 这是那只蝴蝶吗 他为何会飞到此处 如果被妻子知道了 不理自己怎么办 正在想着这些 张马脸出来 一脸神秘告诉他 这里面有意思 需要动用巨资 想来这重视 是他陈子恒最喜欢的 可陈子恒并没有热情回应 他一脸思索 说自己突然腹内疼痛 所以就不进去了 要赶紧回家 张马脸一听都急眼了 想要拉住他时 他却不由分说而去 直接回了家 气得张马脸在后面直躲脚雀 也无可奈何 陈元外一直想让儿子 跟着自己去做生意 因为这些以后都会是陈子恒的 他却对此毫无兴趣 正好家中骗了人 陈元外在家里休息 便要就此事好好跟儿子谈谈 按照陈元外所想 儿子定然还是毫无兴趣 之前谈过无数次 他都是找理由躲过去 让陈元外没有料到的是 这次陈子恒却有了兴趣 认真听父亲讲生意上的事 并且还询问了自己家在各处的生意 陈元外非常激动 儿子已经当了父亲 这是要转性子 他终于明白了身为一个男人的责任 如此说来 他就能跟着自己外出做生意了 陈子恒的却在想法上有了转变 不得不说 初伪人妇 给他带来了很大冲击 但是 父亲说让自己 跟着外出接触生意场上的人 他却没有答应 他的理由非常简单 此时还不是时候 因为孩子尚小 他如果和父亲出去 家中只剩下李渊儿一个人 他怕万一出了事 他不在身边 到时候会后悔莫及 陈元外道也理解儿子此想法 不管怎么说 只要儿子开始对生意感兴趣 陈元外就已经非常高兴 他不能一直在家 随又一次外出做生意而去 让陈子恒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父亲这一去竟然出了大事 半月之后 他突然接到一封信 信中说陈元外被绑 陈子恒需要拿出巨资 来属回尘元外 陈子恒接到信 目瞪口呆 同时交集万分 父亲从小对 他的管教不严格 他性子也非常顽劣 可从他对马氏的态度上 便能明白 他其实是个大孝子 他对父亲是佩服的 当年母亲患病而去 以父亲的身家 他可以很快再去 就算是现在 只要父亲表示出此意思 仍然是应者云集 可是 父亲没有再去 他对母亲一往情深 陈子恒对父亲赶佩不已 此时文听父亲被人所绑 一阵慌晚之后 当然就是带钱去赎回父亲 可此时他却犯了难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 平日里他是不缺钱 但大丈夫父亲掌握着 他根本筹措不出大笔的钱 这可怎么办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 张马脸又上门了 张马脸来找他 没有别的事 就是约他他去玩 他正在发愁 岂能再去胡闹 当下便要拒绝 可是那张马脸缺说了一个 让他无法拒绝的理由 参与者中有刘良许 而且他运气不好 谁去都能赢 只是他们玩得非常大 寻常人参与不了 刘良旭都开始用东西抵押了 陈子恒文言 突然感觉这是个门路 自己筹措不出那么多钱 正好可以借此赢一些 另外 参与者是刘良旭 他都开始当东西了 自己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将他手中的玉簪给赢回来 他也是处在六神无主之中 并没有仔细想过 现在急欲得到大笔钱 使他拿上家中的房契地 弃随着张马脸而去 到了地方 参与者他大多不认识 刘良旭已经红了眼 此等机会太难得了 不过 桌上数额颇大 他没敢直接上手 而是在一边看着 看了一阵 他再也按捺不住 跟张马脸说了一句 自己要出去上个厕所 然后回来参与进去 从厕所出来 突见门口有个妇人正在张望 妇人跛脚 他还给买过池时 他为何在这里出现 莫不是又饿了 想到这里 他过去正语发问 突听妇人一声冷笑说道 你大祸临头而不知 被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 妇人说完 跛脚而去 她的手慢慢摸向怀中 那里有她带来的房气和地气 这是父亲多年积攒下的家业 一直到现在 她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那便是 如果输了怎么办 是啊 如果输了怎么办 一旦输了 那她便输掉了父亲多半生的努力积攒 就算将父亲赎回 她得气成什么样 一旦输了 自己有何脸面活在世上 她出了一身冷汗 输的后果让她不寒而栗 思来想去 她再没进屋 而是转身出了院子 可是 怎么筹钱呢 她想到父亲这次外出前 他们曾经谈过 父亲说过在本地的几个门店 另外还有一些父亲生意上的朋友 不知不觉 满腹心事的她 到了父亲 说过的门店边 尚没进去 有人从门店中出来 看到臣子横后 便问她是怎么回事 这是门店中的掌柜 姓程 她并不准被瞒城掌柜 因为此人跟着父亲多年 所以店开口问店中 可以筹多少钱 城掌柜一听不悦 摇头说 除了陈远外 莫人能从这里拿走钱 就算是公子也不行 陈子横便说了 父亲被绑一世 城掌柜大惊失色 不过 她的大惊失色 和陈子横不同 陈子横是担心父亲 以及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大事的六神无主 城掌柜的大惊失色 则是茫然不解 她一把抓住陈子横 问她信在何处 陈子横将身上装着的信拿出 城掌柜看后 拉着她进入店中 也拿出一封信来交给她看 她看得十分迷惑 信是父亲写的 说的都是生意上的事 这本是普通的一封书信 可这不对劲啊 她从信上看出了端倪 父亲信上的落款日 就在不久前 假如父亲在不久前给城掌柜来了信 那么 她怎么会被歹人锁绑 假如她没有被歹人锁绑 自己又为何会收到她被绑的书信 城掌柜和她面面相去 两人皆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 有人给陈子横一封假信 目的尚不清楚 但却明显是为了让她慌乱中出错 她不接触家中的生意 就算是慌乱中出错 会是什么错呢 陈子横慢慢拿出了家中的房器和地器 城掌柜看到大吃一惊 问她拿这些东西干什么 她便将张马脸找自己的事说了出来 城掌柜听后陷入了思索 片刻后对着她耳语了机句 她惊诧地看着城掌柜 看城掌柜坚定点头 便也点头答应下来 从殿中走出 她又去了刚才的院子 远远看到不少人站在门边 那边的人也看到了她 这些人马上进入了院子 只有张马脸一个人留在外面 张马脸焦急迎向她 问她干什么去了 如此好的机会 怎么舍得离开这么久 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陈子横听得直点头 随着张马脸进去 却并不着急上桌 仍然还在一边看 张马脸催了几次未果 正在着急 刘良旭却突然看着陈子横冷笑 来讨便宜 不是我小看你 你根本不敢上座 陈子横不怒反笑 歪头看着刘良旭 你其实等着我呢 你们设好了一个局 等着我进去 好把我套住 是不是这样 刘良旭听得脸色大变 片刻后摸了摸鼻子 咧嘴笑了 这样的连环记都能被你看出来 看来我过去的 却是小看你了 没错 你父亲被绑是假的 让张马脸叫你出来 也是我们设好的记 不过你能怎么办呢 你带着房器和地器 我们这么多人 只要让你签下地器和房器转让的契约 你说你不是输掉的 谁会信你呢 看刘良旭洋洋得意 说出这样的话 陈子横放下心来 因为他如此说 说名副亲病 没有被绑 他也不慌乱 而是连连摇头看向外面 刘良旭面带凶狠 一摆手便让众人动手 按住了陈子横 但此时他才发现 外面有很多人 卫手者正是成掌柜 他带着一群人将此处团团围住 刘良旭惊慌失措 张马脸和众人都很慌乱 正欲四散而逃 却被成掌柜带的人全部捉住 最先交代的是张马脸 这一切都是刘良旭社的圈套 而且差点就让陈子横钻进去 李儿嫁给了陈子横 刘良旭一直怀恨在心 在集市上争夺欲赞 不过是为了羞辱陈子横 刘良旭想的是将陈子横逼死 如何逼死 当然得从陈子横的爱好着手 刘良旭精心设了个局 那就是让陈子横输掉家里的一切 第一次张马脸叫陈子横 他的却跟着去了 可是不知道为何又突然离开 刘良旭恼怒一场 便射出了第二个连环击 所以他收到了父亲被绑的信 正六神无主时 张马脸又来 为了让他失去理智 还特意说是刘良旭在 因为他和刘良旭是死对头 陈子横再次上当 带上了房器和地器 准备下手参与 一旦他参与 会很快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不知道为时磨 陈子横竟然又一次离开了 急得刘良旭跳脚时 发现陈子横回转 他们赶紧回去 做出假象 刘良旭马脸 在外面哄骗陈子横 陈子横进去 竟然揭穿了刘良旭的阴谋 使他恼羞成怒 甚至要让人抢抢陈子横的房器和地器 而陈子横之所以回来 要的就是让刘良旭失去理智 事情到此 真相大白 刘良旭等人虽然作恶未成 可有他亲口承认和适时 惩罚是免不了的 陈子横回家 半月后父亲回转 他开始跟父亲学做生意 终其一生 再没有赌过一次 永远记住了这次的教训 同样 他一直都没有跟人说过 柏角夫人的提醒 应该是刘良旭他们商量时被夫人听到 而他给夫人买过吃的 所以他才来提醒自己 陈子横知道是柏角夫人救了他 同样 妻子严厉的话让他认为是在刁难自己 还很愤怒 过后想想 完全明白了妻子的良苦用心 从此 他对妻子严听计从 玄江马氏借到家中 杨老送中 但再也莫见过柏角夫人 诸位 陈子横少年风流 家境富裕 顽劣成性 虽然已经成婚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并没有长大 仍然只知道玩耍 甚至染上了恶习 也正是此恶习 差点让他家破人亡 就这某一个人 他似乎非常可恨 可是他身上有优点 他知恩而孝顺 为人正直且善良 马氏未养过他 他一直记着 并且对马氏感恩 对妻子疼爱 这才有了将要火烧蝴蝶时 被妻子劝说 他在急事上被刘良去羞辱 愤怒至极的他 看到薄角阿婆说饿 仍然强压怒火 买来吃食 这些都是他的优点 恶习差点害死他 而这些优点 却在危机时刻救了他 至于说 第一次看现蝴蝶 是怎么回事 其实不过是他已惊察 绝处不对劲 心中在犹豫罢了 幸运的是 他在最后关头清醒 最终躲过他天大祸 故 这是一个顽利而善良的男人 一路以来的成长罢了 您觉得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寡妇上山彩药 心善捡回男子 发现男子身份 差点下滩 明朝成化年间 南方的大青山下 住着一对妇女 父亲王老汉 七十多岁 是一个郎中 女儿王海棠 十七八岁 长得唇红齿白 国色天香 王海棠从小耳如木染 也懂得医术 经常帮助父亲采药 妇女二人 就靠采草药给人看病卫生 王郎中医术高明 而且收费便宜 十里八乡的人 都来找他看病 因此每天都很忙 但很充实 很快乐 其实 王海棠并不是王郎中亲生的 他是王郎中采药 食检回来的 就把他当成亲生女儿养着 并叫他分辨草药 学习医术 王海棠非常孝顺 见父亲年纪大了 就不让他在上山采药 可王郎中不放心 他一个人去 就非要与他一起去 王海棠傲不过他 就同意让父亲一起上山 到了山上 他就会让父亲在一边歇着 他自己去采药 可王郎中哪里歇得住 他依然坚持采药 在一次采药的时候 王郎中脚下一滑 就滚下了山坡 王海棠下的魂飞魄散 他赶紧把父亲弄回家去 王郎中的伤很严重 又加上年纪大了 尽管王海棠精心地给他疗伤 可他还是去了 王郎中去世之后 当地又遭受了山洪灾害 王海棠就跟着乡亲们逃难去了 有很多人都饿死在了逃难的路上 王海棠却有幸活了下来 他又累又饿 就晕倒在了一户人家的门前 当他醒过来时 就看现一个年轻的男子 男子现他醒来 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说道 姑娘 你醒了 他断了一碗米汤给王海棠喝 王海棠已经记不起来 上次喝米汤是什么时候了 米汤的香味扑鼻而来 他接过碗 就一口气喝完了 男子又给他盛了一碗 一连喝了三碗 才感觉到饱 男子名叫刘大海 是一个孤儿 他心地善良 为人忠厚 看见一个女子晕倒在门口 就把他弄到了屋里 王海棠说道 谢谢大哥救了我 又给我饭吃 说着就从床上下来要离开 因为多日长途跋涉 又累又饿 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感觉浑身轻飘飘的 脚刚粘地就要倒下 刘大海赶紧就扶住了他 姑娘 你身体虚弱就在这里养几天吧 身体养好了再走 刘大海言与恳怯地说道 王海棠就在刘大海家里住下了 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只要能动弹 就不愿意躺在床上 他给刘大海做饭 洗衣 打扫屋子 刘大海说道 你负责把身体养好 这些活我来做 王海棠很感动 说道 这不算什么 我的身体好多了 干这点活累不住 左邻右舍的邻居厅说 刘大海家里有个漂亮女子 大家都过来看 神子大娘们见王海棠的年纪 与刘大海相仿 就撮合二人 刘大海是一个好人 王海棠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二人在共同生活的这几日里 都互相有了好感 就差捅破那层纸了 如今有人撮合 二人就顺理成章地结为了夫妻 成婚之后 刘大海上山砍柴 王海棠再在家里洗衣做饭 做完家务活 就上山采药 拿到吉士 上还些钱补贴家用 小夫妻两个的生活过得甜甜蜜蜜 献煞旁人 可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二人成婚半年后 刘大海在一次砍柴的时候 不小心被毒蛇咬伤 尽管用了治疗蛇毒的药 可还是每晚留住他的生命 王海棠扑在丈夫身上 痛哭流涕 嫉妒晕厥过去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 王海棠厚葬了刘大海 从此之后 他就成了一个寡妇 王海棠长得貌若天仙 年纪轻轻就守了寡 村子里的男子都对他想入非非 有些人还会半夜去敲他的门 王海棠为了保护自己 只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婆妇 听见有人敲门 就破口大骂 村里有一个无赖叫王二 他早就垂涎王海棠的美貌 如今王海棠单身一人 他就大胆起来 有时末时就往他家里去 王海棠不给他好脸色 还拿起棍子把他打了出去 王二一边逃窜一边喊道 王海棠 你给我等着 我是不会饶过你的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 王海棠全靠采草药为生 一日他去山里采草药 在山崖下发现一个受伤的男子 男子脸色苍白 没有一点血色 不过还有呼吸 王海棠顾不得多想 就把男子搀扶回了家里 他在男子的伤口上抹上自制的药膏 又熬了一碗草药让他服下 男子吃了药之后 嘴唇上才有了一点血色 男子谢过王海棠就要离开 王海棠也没有挽留他 因为他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 可他看见男子一缺一怪的样子 有于心不忍 就把男子留了下来 并找来丈夫生前的衣服给男子换上 男子说自己叫李明志 家住在几十里外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说 王海棠也没有问 因为在他看来 他只是一个病人 早上 王海棠伺候李明志吃了饭 又服下了药汤 他就背着草药去了城里 当他来到城里的时候 就看现有一群人围在一起 再看一张通告 王海棠走进一看差一点下滩 通告上竟然是李明志 草药没有卖完 他就匆匆地赶回家去了 王海棠不知道的是 村里的王二一直尾随着他 走到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时 王二就截住了王海棠的去路 说道 你慌慌张张要干什么 那个通缉犯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 王海棠不理他 就想绕道走 可王二一直拦着不让走 威胁道 若你从了我 这事就算了 若你执意不从 不要怪我不客气 我把你窝藏犯人的事告到县衙去 你可是要蹲大牢地说着 就步步逼近王海棠 王海棠左右躲闪 趁他不被一把把地推翻在地 就发疯似的朝家里跑去 王二闹羞成怒 就在后面追他 李明志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他发现 王海棠这磨久了 没有回家 就出来寻找 结果就看见王二在追王海棠 李明志身材魁梧 上去对王二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王二倒在地上哭爹喊羊 站不起来 赶紧走 城里贴着抓你的告示 王海棠气喘吁吁地说道 李明志看着王海棠说道 保重 说完就跑进了山林 是夜 王海棠翻来覆去 睡不着觉 李明志是一个被官府追查的逃犯 但他觉得他并不像一个坏人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王海棠只能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 希望他平安无事 突然 王海棠听到有人敲门 他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上 他没有吭声 支着耳朵 继续听动静 是我 我是李明志 王海棠听清楚之后 赶紧穿好衣服 下去开门 李明志快速闪进屋里 王海棠看看外面 赶紧关住了门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是回来向你告别的 我是一个逃犯 要是被官府抓住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李明志有些伤感地说道 王海棠不相信李明志是一个坏人 说道你不像一个坏人 李明志是一个普通农户 世代靠种地卫生 就在三个月前的一个下午 李明志背着锄头从地里回家 走到一片树林的时候 突然就听见一个女子的惨叫声 他背着锄头冲了进去 就看见一个衣不遮体的女子躺在地上 头上还有在流血 李明志走上前去 才看清楚女子的脸 这个女子就是林村的曹清清 她是十里八乡最俊俏的女子 李明志顾不得多想 就把曹清清背到了镇上的医馆里 因为抢救急事 曹清清才捡回了一条命 但头部受伤严重 他失去了记忆 受伤之前的事情 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李明志救了曹清清 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 可一个叫胡飞的男子 说他看现是李明志 打伤了曹清清 曹家人就去县衙报了官 县衙的捕头带人 去捉拿李明志 李明志白口难辩 他就拼命地跑 跑到山上之后 就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谁知他命大 没有被摔死 后来就被王海棠带回了家 王海棠听了李明志的诉说 心中很不适滋味 说道 你放心吧 早晚有一天 坏人会被绳之以法的 李明志说道 坏人到底是谁 只有曹清清知道 可如今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我只能过着众东躲西藏的日子 明志王海棠已经深深地爱上了眼前的男人 两行热泪就顺着他俏丽的脸颊流下 李明志赶紧用手给他擦泪 两个善良的友情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明志 今晚上你就陪我住下吧 王海棠柔声说道 李明志虽然很爱王海棠 爱他的温柔和善良 但他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 也无法对他负责 含泪说道 海棠 这可使不得 我不能对你负责 也没有资格去伤害你 王海棠紧紧地抱住李明志 哭得稀里哗啦 这个男人善良 有责任心 可如今却要遭受如此磨难 王海棠心痛不已 二人相拥坐在床边 促膝长谈 一直到五更天 李明志才离开 刚一出门 却被县衙的人抓住了 原来是王二去县衙告了状 王海棠赶紧拿来一件衣服 披在李明志身上 流泪说道 莫氏 我一定会帮助你 喜情冤屈的 还没等的说完 牙医们就压着李明志走了 李明志回头看着王海棠喊道 海棠保重 李明志被抓之后 无赖王二恶狠狠说道 王海棠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要不你就别想在这个村里待了 邻居家的大嫂 献王海棠一个人不容易 还经常受人欺负 就劝他再走一步 王海棠说道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成化三年 在一个乡间小路上 一个匆匆赶路的女子 她就是王海棠 她要去李明志的家乡 找曹清清 只有她才能洗清李明志身上的冤屈 再说曹清清 自从头部受伤之后 人就有些吃傻了 每天都在村子里转忧 和小孩子们一起玩耍洗脑 原本一个漂亮的大姑娘 变成了这个样子 她的母亲流逝 看着女儿整日以泪洗面 也请了很多郎中来看 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娘我要吃 摩摩刘氏正在造访做饭 曹清清围着她要摩摩吃 刘氏就给她了一个玉米饼子 曹清清拿了玉米饼子 就跑到大门外吃去了 经过打听 王海棠找到了曹清清的家 看见大门口站着一个女子 虽然眼神痴呆 但也遮挡不住她俊俏的容颜 这个女子应该就是曹清清了 王海棠赶紧上前说道 小妹妹 你是曹清清吗 曹清清看见生人 就有些胆怯 转身回到了屋里 王海棠就跟着她进去了 刘氏看见一个陌生女子 来到院里 就赶紧出来了 王海棠说道 请问你是刘大神吗 这个妹子是不是叫曹清清 刘氏感到惊讶 他根本不认识面前的女子 你是 王海棠就把自己的来意 对刘氏说了 他说他有信心治好曹清清的病 刘氏听了半信半疑 他已经请了好多郎中了 都没有治好 他一个年轻女子 真的能治好女儿的病吗 只要有一点希望 他就决定试一试 要是真的能治好呢 刘氏犹豫了一下 说道 姑娘快请进屋 自从出世之后 这孩子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刘氏拉住曹清清 说着就落下了眼泪 王海棠拉过曹清清的手 温柔地对他说话 曹清清就开始与他交流了 从曹清清的语言逻辑来看 王海棠觉得自己一定能治好他 让他恢复记忆 抓到真正的凶手 旋理明智清白 王海棠在曹家住下之后 每天都去山上采草药 回来熬药给曹清清喝 还带他一起玩 陪他聊天 看着曹清清一天天好了起来 王海棠和曹家人都很高兴 功夫不负有新人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 曹清清终于记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抱住王海棠大哭 并给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诬告李明智的胡飞就是一个恶霸 四十多岁了 没有娶妻 他对貌美如花的曹清清 寄予很久了 于是就去曹家提亲 被曹家拒绝之后就恼羞成怒 想着一定要报复曹清清 一日 曹清清一人叙述林里采蘑菇 胡飞就把脸上蒙一块黑布 悄悄尾随而去 想要轻薄曹清清 曹清清就扯下了他脸上的黑布 胡飞一看 自己暴露了 就一不做二不休 摸起一块砖头 朝他头上砸去 之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王海棠安慰曹清清 并告诉他是李明智救了他 如今的李明智 却被当成坏人 关在了县衙大牢里 希望他能去县衙说明情况 帮好人洗清冤屈 把坏人抓起来 曹清清得知 救他的人竟然被当作坏人抓了起来 真正的坏人 却逍遥法外 他既难过又气愤 当即就决定与王海棠 一起去县衫说明情况 曹家霸离县城有几十里路 途中还要翻过一座大山 二人走到山路上的时候 突然就从旁边的林子里 窜出几个人 这几个人真是胡飞和他的两个跟班 王海棠和曹清清 看见几人吓了一跳 王海棠把曹清清户在身后 质问胡飞要干什么 原来胡飞听说 曹清清的病好了 就想把他抢回家去 但他并不知道 二人是要去献牙膏的 说道 滚开 不要多管闲事 我今天是接娘子回家的 时去的跟我走 否则你俩都别想活了 胡飞的两个跟班手里拿着绳子 上去就要绑人 两个柔弱的女子 哪里是三个壮憨的对手 二人很快就被绑住了 拴在两棵大树上 胡飞和两个跟班 在不远处秘密商量 怎么处置二人 就在他们商量期间 王海棠悄悄磨断绳子 然后又快速解开曹清清手上的绳子 二人就悄悄溜走了 胡飞几人突然回头 发现人不见了 就赶紧去追 王海棠为了让曹清清顺利的去到县衙 就把鸡人引到一处悬崖上 胡飞恼羞成怒 一把把他推下了悬崖 然后掉头去追曹清清 可已经不见了踪影 曹清清一路跑着 来到县衙 一下子就瘫软在县衙门口 然后击鼓鸣冤 知县就命人带他上堂 曹清清痛哭失声 把胡飞的所作所畏对知县说了 知县听了大惊 原来他是冤枉好人 知县立刻就命人去捉拿胡飞 胡飞平时胡作非味 可面对大班子就认怂了 把自己的犯罪事实悬盘托出 随即就被打入大牢 李明志从胡飞的口中得知 王海棠掉下了悬崖 心都碎了 忍不住失声痛哭 曹清清哭着说道 谢谢你救了我 让你受苦了 是我对不住海棠姐 对不住你 如果你不嫌弃 我愿意嫁给你为妻 李明志的心里只有王海棠 再也容不下其他人 他谢绝了曹清清的美意 就踏上了寻找王海棠的路 再说 王海棠跳下悬崖之后 并没有帅死 被一个采药的老人救了 他的伤好了之后 就去找李明志 二人双向奔赴 两个有情人 终成眷属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